三步方法,教你学会制造梦境,做自己想做的梦 第一步,提前想好晚上的情节脉络 如果想不出什么画面,可以去看一部你喜欢的电影或小说 把里面的情节记下来,拿来当做梦境的主线 第二步,再入睡前三小时 尽可能多的摄入与梦境有关的素材,同时减少外界的干扰 比如翻看你想做的梦境相关的照片 回忆过往相处的细节,想得越沉浸,梦境就越逼真 第三步,如果想梦里有肢体接触 可以抱着一些柔软的东西入睡,再提前用手机设定闹钟 要视于与梦中有关联的音乐 在增强最后的大梦刺激,为了避免生理和心理的影响 一定要在身心状态正常的情况下进行